大家好 由于接下来快要进入这个出全息的旺季了 所以有网友就问我们说 能不能找出快要出全息的股票 那最好那个全值要高一点的 所以呢我就设了一个选股法给大家参考 那我这个选股法是 殖利率大于6% 然后除息日距今只有小于15天 然后现金股力要大于2块钱 那因为希望说基本面还是可以 所以我就再加一个累计营收年增率要大于0% 那这样子的算法算出来的股票呢 大概现在大概有10档 那大概是这10档 那各位如果说想要那个调整一下条件的话 那可以按编辑条件 那按了编辑条件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那在这边可以打关键字 比方说殖利率 比方说殖利率 那你打值 那殖利率就会跑出来 那你想要加多少 你就直接按加 那这个类似所有的条件 你大概都可以这么做 那举例子讲 比方说你希望说 最近呢这个法人有在买 那你就写法人 那法人买超 那就写近2天那个法人买超 然后大于0章 然后按加 那这样子呢 就按完成 那这样子你就多了一个条件 好 那像殖利率啊 除息日期这些 其实你一样 你就是你想知道这些栏位的话 一样齁就是 你在这个 这个搜寻 就是条件的这个搜寻器里 你同一瓶说 你打除全 那 除全那就有除全日期 好 那除全日期就 就会那个 这里你就可以填 你就可以写 好 那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谢谢大家